今天要接受我们访问的对象是黄小姐 她在102年10月22号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地点在桃园县归山乡 非常感谢黄小姐可以现身说法 把她的事故经验告诉大家 另外我们也请到专业人士 交通大队刘玉祥中队长来为我们解说 我们先请黄小姐自我介绍 我叫黄怡君 然后目前在林口就读私立大学 那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事故当天你是准备要去哪里 事故当天是行经桂山乡文化一路要去上学 那请问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 是不是你平常必经的上学之路 对 那你在被撞到的那一瞬间 你心里头当下有没有什么念头 完全没有印象 然后当醒来的时候 护士跟我讲我在急诊室里面 然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昏迷了有一段时间 医生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判定 然后就觉得自己会很紧张 会有点害怕 哇这交通事故真的是很可怕 竟然他被撞的完全都没有印象了 那请问我们的刘中队长 这种状况是不是因为撞击力过大所造成 没错 当吃货撞击如果说剧烈的猛烈的一个力道之下 可能会产生当事人头部因为受到重创 而暂时丧失记忆力的一个状况 黄同学你受伤的部位在哪里 有没有住院呢 受伤的部位是右眼跟右脸颊 然后当天也没有住院 就是看完急诊室就马上回家休养 请问受伤的部位 为什么会是在右眼跟右脸颊呢 因为它那里面有那个安全帽镜片做保护 然后受伤的时候刚刚也就是破裂 所以就受伤了 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你戴着安全帽 安全帽有镜片 然后那镜片破掉了 刚好就是伤在右半部脸 那头部呢 头部有没有受伤 头部因为有安全帽做保护 所以没有受伤 你现在看起来感觉好像都康复了是吗 对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你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 你头上的安全帽都牢牢的戴着 所以你平常是不是都有戴安全帽的习惯 平常如果是自己骑或是被载 都有戴安全帽的习惯 黄同学 你现在都已经康复了 那经过这一次的车祸经验 你有什么话要提醒骑机车的朋友们 我想如果我当下没戴安全帽 或安全帽的袋子没有扣紧 我不敢想象伤势会有多严重 经过这次车祸 我个人的感想是 在道路上该让就一定要让 两轮一定比不过四轮 另外对于自己在熟悉的道路 也不能轻忽大意 骑车时还是要专心 随时注意周边道路状况 经过刚才的访问 我们知道黄同学发生事故的地点 就是他经常行走的道路 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对于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路段 往往自认为我们路况很熟 而降低警戒心 而危险常常就是在 我们疏忽大意的时候就发生了 案例中的黄同学有养成良好习惯 他骑机车的时候都依规定戴上安全帽 而且他将安全帽的扣环扣紧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发挥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以上内容我们请刘忠队长来做个总结 刚才行车记录器的画面 我们看到是有依规定戴安全帽的一个事故场景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件 一样有戴安全帽 但不一样的是它 扣环没有紧扣的一个事故 这件事故发生在103年1月 地点是在平正式的快速道路跟屏东路口 机车在桥下左转与执行的自小客车 发生强烈的碰撞情形 哇 很可怕 哇 画面耶 我们倒在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画面中第一部机车 它发现前面右方有来车 所以速度就慢了下来是吗 没错 第一部机车行驶到路口的时候 发现前面的路况有危险 所以它就立刻停车了 但是呢 后面赶上来的摩托车呢 它看到前面的状况 因为它是直速前进 来不及刹车 所以它就直接发生碰撞 当下机车骑士的安全帽就飞走了 人也往生了 所以第一部车减速是因为前方有状况 它有发现危险 所以避过了危险 可是第二部车 它没有注意到路况 也不知道前方机车减速的原因 所以它没能够想过危险 是的 很多交通事故 都是在这种场景下发生的 另外还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我们警方处理的 机车交通事故案例中 常常有人还没有着地 安全帽已经不知道 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个表示 他们的安全帽 在行驶的当中没有扣紧 这么说来 虽然有戴安全帽 但是如果扣环没有扣紧 在撞击发生的时候 将无法发挥保护头部的作用 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 佩戴安全帽 我们请刘中队长来做说明 头部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我们有听过换肝换肾 但是没有听过换脑的 所以政府从86年开始 就推动强制机车组 佩戴安全帽的一个政策 到现在已经实施17年了 立法的意思就是要防止 机车意外事故中 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安全帽有哪些应注意的事项 第一 首先要有合格的检验标诈 最好能够照住我们的耳朵 及我们的后脑勺 第二个 安全帽的一个帽生颜色 建议是选用亮色系 好提升我们自己在道路上 被其他驾驶看到的一个 能见度与安全度 如要加装护目镜 最好选用安全镜片 避免受到撞击的时候 镜片破裂发生危险 还有镜片的颜色不要太深 避免在天后不加的时候 影响到我们驾驶的一个视线 第三 安全帽的一个尺寸呢 必须要合适自己的一个头部大小 千万不要全加大小 就拿着那一两顶的安全帽 来做一个轮替使用 第四个 扣环记得要扣紧 但是呢不能够扣得太紧 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 原则上呢是以一只手指头可以深入 不会去影响到我们 嘴巴开合的一个状况为佳 第五个 只要一乘坐机车呢 就要记得戴安全帽 千万不要把安全帽放在脚踏板 或挂在手把上 等到进入市区看到警察 才把它拿起来戴上 这样骑程非常的危险 最后 安全帽经过外力的撞击之后 外观虽然没有被损坏 但是它的材料跟它的结构 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它的安全性已经受到了影响 所以应该是要换一点哦 黄同学 那你有换一顶新的安全帽吗 没有耶 只换了护目镜 黄同学 那我代表交通大队 胜送一顶全新的安全帽 祝你行车平安 哇 好棒哦 谢谢交通大队刘忠队长 谢谢 除了刘忠队长的叮铃之外 我们桃园县政府警察局也要提醒机车组的朋友们 我们无法掌控意外 所以当您行驶在道路上 记得四件事 第一 别骑太快 遇到状况才有机会下车 第二 行进路口 无论有没有耗制 我们都要减速 小心别人会违规 第三 任何时间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车多时更要谨慎 第四 时时都要有警决心 提防意外突然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